佛菩萨无恨 这些名词前面跟诸位祷告过了 是佛教育里面十位的明天 我们真正觉悟了 那就拿到第一个十位了 正觉就称之为阿罗汉 再进一步 能够达到正等正觉 就称之为菩萨 菩萨的学位比阿罗汉要高 到就达到究竟圆满了 我们就叫他做成佛了 所以佛是无上正等正觉 可见得佛菩萨罗汉是佛门学位的明称 就像现在学校里念书 因此佛法是个平等法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华言语言诀经》中所说的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本来成佛 现在又想做佛 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这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这的确给我们从修行正果上 你要怎样恢复 我们的自信 这个一定要讲到修行的 我们迷了吗 迷就是错误 不过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人生 想错了 看错了 现在 现在 虽然有不少的科学家 现在称之为理念的物理学家 对于大宇宙 小宇宙 大宇宙是太空啊 小宇宙是栗子